家里老鼠多抓不到怎么办 不要慌 小伙教你自尸一个不属神器 老鼠自己往现金里钻 哇塞 还有这么神奇的事吗 和小欣一起去开个眼界吧 直接小伙掏出一个大塑料瓶 将其给切割了两下 又在其身上钻了两个孔 然后插进了两根筷子 绷上两根皮筋后 紧接着小伙又安装了一个食物诱饵 万事俱备纸线东方 小伙将其放在了家中的某个角落里 就近后老鼠的大驾光临了 嘿快看快看 有一只小老鼠钻了进去 咦情况不妙 看来是有人要坑我 老鼠一个机灵迅速的逃走了 不过肚子是真的好我有 算了 管那是不是陷阱 先吃了再说 贪吃的老鼠还是没能躲过一截 最终堕入了陷阱里 还有这个利用奶茶酸料瓶制作的补薯器 也吸引了老鼠温着香味而来 裹不出所料 贪吃的老鼠再次的中计了 看来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都不要有贪心 否则是要付出代价的 视频最后 一起来猜个脑筋机转弯吧 食堂里面有三个吃货腿肠的女生 一个舔着吃 一个咬着吃 一个裹着吃 问哪个女生结了婚 聪明的你知道答案吗